相信我 就算你沒有接觸過這個人物所在的遊戲 都應該能夠叫得上他的名字 沒錯 他就是不知火舞 華麗的忍術 熱辣的火焰 以及他那對格鬥技巧的專注 以及會隨著他的動作而上下起伏的 不知火舞最初是在SNK的 《惡狼傳說2》這款遊戲當中登場的原創角色 當時SNK公司本想設計一個男性的忍者角色 可能是看到隔壁的死對頭卡普空 成功的塑造了一個人氣偶像女性角色春麗 非常的眼紅 他就想著我上我也行 於是就決定推出一個能夠代表SNK公司的女性角色 就這樣 SNK將原本男性忍者的設計換成了女性角色 就變成了不知火舞的樣子 你仔細觀察一下 是不是和街霸裡面的春麗有幾分的相向 尤其是在著裝方面開插都是非常的高 至於原本的男性忍者角色 當然也被廢物利用了起來 成為了後來拳皇95中 八神的隊友如月影二的出行 當然這期視頻並不是要跟大家普及 卡普空跟SNK之間的恩怨情仇 你們都知道我對格鬥遊戲一直有的特殊的情感 就是因為我是從街機時代一路走來的80後老年玩家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從拳皇系列展開來聊一聊中國的街機文化 好的各位觀眾老闆們 早上晚上中午好玩笑好 我是國際解說狗頭池 我是一個出生在鄉下的孩子 在我那個年代 街機廳老闆為了省店通常是不開燈的 這就直接導致了 只有坐上機器的玩家才有資格被人看到長相 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我的對面坐著一個戴著眼鏡的小哥 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他瀟灑的按鍵動作給吸引住了 當時那台機器是支持雙打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情侶機 兩個人肩靠肩非常的甜蜜 我當時就看到他的對手換了一個又一個 而這個兄弟屁股像黏在凳子上一樣 後面又圍了十幾個大汉 每個人都像將軍那樣 雙手環抱 站在後面圍觀 很快 那個眼鏡小哥旁邊的人爽完了 之後又從人群中自動分出一個人頂上 像這種兩人對戰七八個人等著上 後面還有十幾個人圍觀的大場面 一下子對年幼的我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而我當時就是在外圍圍觀的眾多人其中之一 我當時看的非常的忘情 以至於我多年後都忘不了 接機遊戲給我年幼時帶來的刺激 後來很久都沒有過這種感覺 直到很久以後我通過特殊的渠道 看到了那一段澳門真人賭場片頭的電影之後 嗯? 兩個人對戰七八個人等著上 十幾個人圍觀 也就是說男人尋求的刺激 隨著年齡的增加會在場景上發生變化 而形勢上卻能保持高度的一致 原來所有的男人所尋求的刺激都是一樣一樣的 很快我就知道了這款遊戲的大名叫做拳皇97 很難描述那個時候拳皇在接機廳的火爆程度 當時想玩上一把拳皇有多難呢 你通常投了遊戲幣並不是能即刻爽刀 因為在你面前可能就有七八個投了幣等著爽的人 加上這個沙雕遊戲要選三個人每個人操作的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我額外的珍惜每次上台的機會 當時的我呢 就是這麼玩 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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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 雖然是有那麼點羞恥 但是你不能強求一個小孩子有不停不停不停的心對不對 心理學家講過 小孩子到了三歲以後 你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當眾批評或者除弱孩子 尤其是在評論裏 這樣會這讓孩子覺得顏面掃地 會從心理上產生自卑感 這樣會影響到我以後人格的發展呢 在總結了經驗以後呢 我又回到芹芹廳 這次呢 我瞄準了打架遊戲以外的遊戲類型 包括合金弹头恐龙快打惩罚者等优秀的阶级游戏 接着就是我们当时学校常说的 稀释了电子海洛因彻底成瘾 格斗游戏自然是荒废了 除了自己是真的不行这个原因以外 你想想当时阶级厅的游戏币价格 基本上是在1块钱3个币左右 通常这种过关游戏的一颗游戏币 最少也能爽个15分钟 但是格斗游戏通常只有两三分钟 像我这种长期处于金融危机的穷学生来讲 玩格斗游戏无论是从生活上 还是从游戏中都属于一种自杀行为 当然格斗游戏的两三分钟对我来说是够了的 但是谁不希望自己更加持久呢 到了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 大家都可以在电脑上玩到拳皇这一款游戏 为了弥补的当年不够持久呢 我也是经过刻苦的练习 说到这里我当然不会吝啬展示我的拳皇技术 你们平时都只知道我是一个结霸国际解说 你们又何曾想到我玩KOF 也是一把好手的这件事呢 说到街机厅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体现我们中国的民间智慧 当时由于中国的街机厅信息闭塞 再加上很多人都看不懂英文 无论是游戏的名字还是角色的招式 都被安插上了各种奇怪的名字 花样也是极具各种地方的特色 比如说二阶唐红丸这个tony老师 他的整个形象就非常像个鸡老对不对 那在这里呢 就有我们上海的一个特别地方的词汇了 你放到现在 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可能都不知道 鸡老这个词用上海话该怎么讲 而我在7岁的时候就跟着我哥学会了这个词 甚至觉得二阶唐在上海话里面就是念作这个名字的 所以今天顺道告诉你 在上海话里面的鸡老念作 屁鸡 还有两个塑造的非常成功的角色 他们就是金家潘的两个徒弟 一个叫蔡宝剑 还有一个叫陈可汉 而这两位兄弟可以做到全国的高度统一 大家给他取的外号全部都是猴子加上大猪 最惨的要数八神了 没有变身之前大家管他叫猫王 变身了以后管他叫疯狗 游戏设计师可能也想象不到自己设计的角色狂暴以后 在中国玩家口中连物种都给他变了 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把角色的招式汉化成中文 而这个中文通常都是通过空而来的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